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来自广西的工程人员在干涸的河道中发现了许多黄色的石头 并当作黄蜡石带到广西广东的笔销售 然而虽然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后是种最便宜时只要几百元一塔车的石头 价格突然翻了上百倍 变成了人们争相收购的玉石真皮 这就是黄龙玉 它的航空出世让人们感到万分惊奇 石头怎么突然变成了玉 它到底是不是玉 它的价格又为什么会涨到如此地步 2013年3月2日 当设置组来到龙陵县黄龙玉公盘交易中心的时候 新年后的第一场公盘交易会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数百片米的交易大厅里几千件黄龙玉原料摆满了货架 来自全国各地的玉石商家正在紧张地翻看估价 这其中有一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您是来看标的吗 对 您贵姓吗 我姓王 王先生 您是咱们本地的吗 没有 我是老家是广西的 您这个是一直做这个黄龙玉生意吗 对 03年就过来 那您做了很多年了 那好十年 十年前 一次偶然的集会 原本在老家广西开矿的网友赵 应朋友之邀来到龙岭 在集市上 发现了许多当地产的黄纳石 很震撼 这边的黄纳石和我们广西贺州的黄纳石很相像 但是我们广西的纳石呢 它光泽度没有这么好 所以冲度也没有这么好 个头比我们那样大 另外一个它整个造型来讲都比我们那个要完美的多 黄纳石又名纳石 因石表层内蜡状质感和色产来得名 黄纳石以黄色为多鉴 盛产于中国的广东和广西 是岭南十万界广为流行的一种观赏石 网友赵因应谈到 龙岭产的黄纳石不是简单的石头 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品种 它决定多一把 于是卖掉了经营多年的矿山 带着资金来到龙岭 专门收购这种云南黄纳石 我们就请了当地一些农民 那些行政劳动力那种啊 下河里面去帮我们挠石头一天 开他们当时工资也比较低 开了三十块四十块一天 我们就要一些气形颜色都比较好的 比较奇特的一些东西 按照重量一块钱一斤一四斤 那你一拖垃圾也就是几百斤千把斤嘛 也就是几百块钱千多块钱 你拉回去还是好慢 一车那么我们就挣个几千块万把块钱 当年苏帕河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工棚 几千名石农拉网式的搜寻着造型奇特的黄纳石 曾经无人问津的黄石头突然变成了价格不菲的观赏石 当许多人还沉浸在这种神话般的转变中回不过神的时候 一个更大的神话正在这座小县城里酝酿 2004年 一位叫徐卫斌的翡翠玉商收购了一批黄纳石 其中一块石料看上去很像玉的感觉 也许是出自经营翡翠多年培养出的敏感直觉 徐卫斌突发灵感 尝试着用它做了一副手镯 抛光后的手镯不仅温润细腻 并且又玻璃光泽 没过一个月就被人以几百元的价格买走 寂静转手最后的价格超过了两万元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进而走 很快整个隆陵及其周边的徐石商家们 都在尝试着用这种黄纳石做手势 网友赵的妻子冯小云就收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首饰盒有看了 有好多的手镯都是您自己收藏的吗 是的 这里面您最喜欢哪一支呢 最喜欢这支 这支啊 04年的时候先生送给我的 当时是怎么想起来送您这支手镯呢 我记得这一块原料的话 当时是两百块钱买的 所以穿托得很好 然后水墨度也特别的好 颜色也这么漂亮 手工就淘了一个两只手镯 一做出来 觉得它特漂亮 哎呀 珠光跑去十足 刚刚做出来 我那个搭档腾了一支 就有人出两千块钱把它买走了 我一直这么想想 反正这家服务 我服务的话没有这个徐石的手镯 回去把它送给他洗个洗花 本来就是玉啊 他说我们还当它这种石头 一块黄石头加工后就变成了玉 当许多人还对此将信将疑的时候 王有赵却深信不疑 提前转型到这种石料的经营中 这使得他成为黄龙玉界 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 都说食之美者为玉 然而这种石头到底是不是玉呢 侯德生是龙林县黄龙玉协会的会长 曾经带领15名珠宝玉石专家 地质专家 对龙林矿山地质结构及矿物成分进行研究 通过检验人们发现 一部分龙林黄蜡石质地坚硬 细腻温润有光泽 已经具备了宝玉石的特征 是属于我们国家新发现的一个优质的 这个玉种化学成分 是以二氧化硅为主 含有这个铁蒙钙铭铅铅铅铅链 含有各种微氧元素 有翡翠的硬度 有和田玉的这个温润和细腻 还有这个寿山石的色彩 2009年 这个产自云南省龙林县的美玉新种 被定名为黄龙玉 它的出现预示着一个丑小鸭到天鹅的神奇转变 给观赏石和珠宝玉石市场 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一时间关于它的各种报道藏出不穷 然而还是有人质疑它的玉石身份 也有人说它是价格炒作 那么黄龙玉到底是不是玉 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天西深山蕴藏独特美玉 价格非常地道财富传奇 请继续收看龙陵黄龙神话 龙陵县位于云南省西部 地处诺江 龙川江两江之间 境内冲山峻岭 河流纵横 沿着苏帕河逆流而上 我们来到了黄龙玉矿的主产区小黑山 陪同我们一同前往的萧永福 与珠宝玉石打了一辈子交道 它告诉我们 只有在矿洞里才能见到原始产状的黄龙玉 并且可以直观了解黄龙玉的形成过程 经过反复协商 我们设置组最终获准进入了一处正在开采的矿洞进行拍摄 混杂着砂石和地下水的矿洞 地表非常湿滑 在下坑道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 在工程人员的指引下 我们找到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探口 在灰白色斑驳的岩壁上 随着手电筒的灯光 我们看到了一条通透明亮的黄龙玉矿化带 我看这块已经就是充散了 可以拿下来吗 可以 但是这块是绿绿的 这块是能看到一些绿绿的 没看到 这块我们是用这个叠子 这种专用的叠子 可以关闭 它还是比较的 就是比较的 很深厚这块 你看这个 咱们到了这个现场了 你就看得见 这个黄龙玉它已经存在了一亿年左右 那么这个龙林这个地区呢 它主要是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 红钻带的白岩部分 又是一个鹿江大峡谷的一个断裂 跟这个龙林的很多小断裂的 结束的地方 这就是花干岩 它的母岩 八岗岩形成了以后呢 它受到这个地区的变化呢 它中间就会产生很多同期的这个湿阴蔓 二氧化硅的东西就填充到这个里边来 是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形成的沉积 沉了以后还要有一定的温度 给它有压力 它就变变变变变细 它就全部液化了 就变成了那个我们说的黄龙液 终于在2010年 黄龙液正式进入中国国家标准珠宝玉石名称 属于天然玉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黄色代表尊贵 红色代表喜庆 是中国人崇尚和喜爱的两种颜色 黄龙液以暖色系的黄红为主色调 它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当今 冷色系玉白为主色调的玉石界的空白 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然而在龙岭1.68平方公里的小黑山主矿区中 能够达到宝石级别的黄龙液矿 只占到5% 它的美丽和稀有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这个原本并不知名的滇西小城 2009年3月 王有赵卖掉了广西的店铺 在龙岭县城租房开店 经营黄龙液 王有赵一直庆幸当初的决断 如今黄龙液原料的价格 已经从一吨几百元 变成了一公斤数万元 黄龙液的身价倍增 成就了许多草根传奇 常国庆经营黄龙液 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 在龙岭拥有两家商铺 在经营黄龙液之前 他只是龙岭县城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三轮车夫 常国庆发现 这些外地商人 不仅把这些外表普通的石头 加工成了精美的首饰 还以高出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价格 卖了出去 他就再也坐不住了 2005年 他以三百块钱起家 经营黄龙液 短短几年后 就已经身家千万 在圈内为人津津乐道 黄龙液改变了常国庆的命运 也让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的龙岭人 感受到了家乡巨大的变化 做过石农 如今经营黄龙液毛料的姚洪然 对此感受很深 不知道他什么一种 什么要是黄啊 当时我们叫他红火石 老人打火石 打火的那种大 哦 打火石 那他起始旧啊 搞剪裁那什么字 没外人来 我们都学不得手 这个红火石 像这种冷酷冷的嘛 种种家考什么 也赚那么多的钱 还是考试过黄龙液 省了一天钱 千万这样放资啊 修载好一些 还有些是交通工具 私家车啊 他们卖的钱啊 黄龙液让这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城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这个美玉新种的成长历程 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一度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全市美玉要用何种工艺 对人类的一种犯罪 早市淘宝 考验大师功力 应该是能够处出一个很好的东西的 请继续收看 龙龄 黄龙神话 早上起点 黄龙液交易市场里的早市已经熙熙攘攘 一些商家把通过工盘买入的黄龙液毛料原石 进行去皮切割处理后 分解成小块的半成品 带到这里来卖 欲不拙 不成器 曾经 航空出事的黄龙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并没有被外界普遍看好 市场甚至一度低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福建省工艺美术学院的那个院长呢 就跟我们讲 说哎呀 你们赶紧让那些雕工呢 停止他们的雕刻行为 他们这种呢 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 那么好的一款预料 但是这个雕工工艺呢 非常差 当年龙陵市场上的黄龙液雕件 品质参差不及 有不少是粗制滥造 落后的雕刻工艺 似乎成了一种暗示 黄龙液还不上档次 为了改进雕刻工艺 侯德生带领龙陵县黄龙液协会 到中国各地辩访玉雕高手 然而他们发现 并不是所有玉雕师 都适合雕刻黄龙液 我们结合南北两派 后来我们发现呢 还是福建的雕寿山时的 这一些工艺师呢 他们最适合雕刻黄龙液 他们对色彩的运用呢 非常到位 尤其是对翘色 色彩的变化 这个整个过渡呢 他们交接的呢 非常好 天工奖是中国玉雕石雕界 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专业大赛 2010年 出自寿山石雕大师的黄龙玉雕 首次参赛便斩获金银铜奖 在中国玉雕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玉石界的新贵 加上大师级的雕工 如今黄龙玉的价格已今非昔比 10年和11年呢 随着黄龙玉的工艺水平的这个提升 那么黄龙玉的价格呢 是上涨的比较快 中高档的这个黄龙玉呢 价格今年呢 还是上涨了30%左右 雕刻工艺到底能给黄龙玉 带来多大的附加值呢 我们决定在早市上 买一两件毛料 找一位好的雕刻师 亲自设计雕刻 有龙龄黄龙玉协会会长 亲自为我们寻找和把关 早市淘宝很快就有了结果 这一家的东西还可以 它这个都是比较长弦的 它这个就是 它基本上已经是 就是把那个块石呢 已经磨开 你自己去看 看看能不能雕什么 你像这一小块 这一小块呢 它是有一个水草花 这一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翘色 像还有这一小块 这一小块呢 是这个纸料 纸料做的 纸料做的这个圆皮呢 还保留着 带皮的 它那个带皮的好 就是这个 一定要带上皮 带上皮的话 它价值更高 这一般做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小挂件 小挂件 你那两块买的话便宜点 便宜也便宜不了多少了 最低划你600块 400行吗 400块真的是买不了 我最多只能便宜20块钱 580块钱 那就这两块吧 在协会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一位 名叫徐世能的玉雕师 徐世能 生于福建莆田 徐世工艺世家 曾经做过 寿山史雕和翡翠玉雕 2009年 徐世能来到龙岭 开始接触黄龙玉雕 几年间 他的作品在中国各类大赛中 屡屡获奖 他本人也被评为 云南省玉雕大师 我们很好奇 在这位年轻的 玉雕大师手中 这两块黄龙玉毛料 会被设计成什么样呢 做这种洋言和的 这个色彩很丰富的这个料 你要把每一种颜色 给它协调到 同样一样东西上面 这种黄色很均匀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会 适合做这种传统题材 传统题材 要么光阴 要么佛 它这块皮能保留住吗 这个皮它并非非常完整 所以我个人建议 就是说这个皮一定要留 但是可能我会更倾向于选择这边做正面 让我想一想 应该是能够出一个很好的东西 在龙陵 像徐世能这样的大师级玉雕艺人有十多位 龙陵县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个人工作室 通过多年的摸索 徐世能发现 黄龙玉不仅类型丰富 色彩多变 更有着较强的硬度和非常好的韧性 适合创作各类题材 应用不同的雕刻技法 拉这些头发师 我们就能拉得很细 本来能够拉两根头发师 我们给它能够做到三根四根 其实它还是还能够做得更细 那您这个就是一次拉成的吗 对啊 这要用放大镜 然后呢 要有很熟练的那个宫底的那些师傅 然后呢 一次拉 雕刻黄龙玉过程当中呢 就没必要说过分的去 强调这种水头 因为它本身就很通透 色彩啊 相当的丰富 只要您能想得出来 它都能够创作出来 黄龙玉为徐世能 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空间 同时也让王友赵 对未来的生意发展充满信心 他不仅去家潜入隆岭 还在隆岭新建的珠宝城 买了一幢四层高的商铺 和许多外来商户一样 隆岭成了他们第二个家 黄龙玉这个生意的话呢 它是可以做好多年 因为最主要的一个 我们不可以挣钱 所以说家里面这些 子子啊 子女啊 还有一些亲戚啊 他看着我们做的还可以 建议他过来这边来发展 跟着我们一起做 我还是要把黄龙玉这一块 要坚持要做下去 我觉得很看好他来进进 就在我们采访网友赵的时候 负责为我们设计雕刻的 徐世能牙里传来了好消息 我们在草市上购买的 两块黄龙玉毛料 已经雕刻完成了 我们那天看的那个 设计是那个仙鹤的一个头 对 你看像这个黑点 现在印条出来了 这个就是个眼睛 对对对 然后像这个鹤顶 鹤顶的那个 那个黄颜的 红额头 对 然后这个是绝里咬的那个仙草 就是林芝嘛 还有这个 这件 这件是那件紫料是吗 对对 你就是雕了这个观音 对对对 让这种线条的感觉出来 我加了一点修饰 加了点猪子的修饰 还满意吧 很满意 非常漂亮 当地御商告诉我们 我们580元买来的 这两件黄龙玉毛料 雕刻完成后 在市场上 每一件都可以卖到1000多元 价格至少可以翻四倍 如果是大师雕刻的 价格还会贵上几倍 到几十倍不到 玉雕师们的智慧 让黄龙玉 绽放出更加薄目的光彩 同时也让它成为 极具收藏价值的玉石真品 2013年3月5日 黄龙玉公盘交易会的开标仪式 在一声罗响后正式开始 网友赵将他十分看好的三件黄龙玉草花料收入囊中 对于他来说 新一年的运作和经营又将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三年时间 黄龙玉从起始化跌成美玉 而它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 也不过短短九年的时间 如今 龙林黄龙玉已经形成了从开采到成品销售 完整的一条龙产业发展模式 来自中国各地的从业人员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黄龙玉的传奇与美丽 让它拥有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 而它的故事也成为中国宝玉石剑 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